字幕主持人 鄺詠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讀書好節目主持人鄺詠孫 我們今天繼續和大家講一下法蘭克福書展 法蘭克福書展規模大 參展商多 我走了三天 才看完大部份的展館 無論由攤位的設計 印製的免費刊物 介紹的作家 作品 和現場演講的活動 到處都見到以文化和創意為本 而文化所具備的包容精神 亦充分體現在場館之內 例如墨西哥展館裏 有人彈結他 有人開派對 有人吃taco 和喝tequila 中南美展區 中南美展區 有人一邊示範煮食 一邊介紹食譜 在漫畫區 更加因為讀者 想找Bub Simpson的漫畫家 而簽名大排長路 去到展覽會最後兩天 開放給公眾參觀 到處都見到大量年輕的cosplayer 在漫畫館聚集 而在場外 還有支持狀人組織責型示威 連足球會聖保利都設置攤位大賣球會宣傳品 亦有知名的發行商 在大派宣傳小冊子 是寫真集 這裏不僅讓我們呼吸到文化氣息 亦呼吸到香港書展沒有的自由和包容精神 在一樓的台灣展館 是華文出版之光 展館有中英德文對照的台灣小說 和紳思的《日本派法》 有作家介紹 亦有大中小出版社的書籍推介 每一個出版社 自行挑選40本書 在東歐展館 無論是捷克 波蘭 拉脫維亞 斯洛文尼亞 這些國家的展館裏面 雖然沒有德國TASGEN 或法國CASGEN 這些強勢出版社的規模 但以文化創意質素取勝 精緻又有品味 好像捷克館 以1989變遷為主打 而拉脫維亞 以全雅通紙來設計 簡潔又有益 台灣館的裝置當然比不上主賓國中國 而在國際政治舞台上 台灣也沒有地位可言 但這樣不代表台灣是失敗者 相反 在這次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心裡 兩岸三地 在文化素質和表現上 台灣展館就贏得不少掌勢 香港人熟悉的台灣作家龍英台 就以向失敗者致敬 SALUTE TO THE LOSERS 作為書展廣狀的題目 在國際政治上 台灣或是LOSER 尤其是當人人要看大陸面色的時候 但是在文化上 台灣絕對是WINNER 龍英台 他以新書大江大海1949的內容做背景 向在場的觀眾講述兩岸的故事 書裡是這樣說的 我生於1952年 父母是從中國遷徵到台灣的移民 我想告訴你們 我們這一代是如何被教育成長 龍英台說自己的大兒子十歲的時候 在學校拿到一張他們居住的小鎮地圖 很興奮地去找他一起研究 他在書裡是這樣寫的 我卻覺得悲傷 因為我從來沒有得到這樣一張地圖 龍英台說 他同年時受的地理教育 都是講長江、黃河、中國的大山大水 我們從小被教育 這一個小島代表整個中國 我們成長在一個矛盾環境中 總是在學習我們不曾擁有的東西 到他長大後才發現 這就是殖民者的教育方式 龍英台說完了之後 我們找他談過 關於他的新作 和他對法蘭克福書展的感受 中國都在說大國的崛起 可是我們都知道如果大國的崛起 它只是軍事和政治的力量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所以大國崛起讓人比較放心 而且希望看到那個方向 那一定是一個它在政治跟軍事跟經濟的大國崛起的同時 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力量的湧現 做文化的大部分 那所以如果說中國可以更多像做法蘭克福國際書展 這麼全世界最重要的書展裡頭 作為主兵國的話 它有更多的跟全世界的更深入的文化上跟思想上的接觸 所以我其實蠻高興看到法蘭克福書展 這次中國是主題館 來參展的中國的出版界的同行 他在這裡的話一定有一些思想的撞擊吧 書展是一個 每一個國家把它那一個國家裡頭的文化裡頭 最有創意的 最勇敢的 最敢挑戰東西的那些思想 然後拿出來給你看 然後所有的國家在比賽說 我的國家是文化土壤最豐厚的 所以我出來的文學作品以及我出來的思想作品 是你其他的國家都想來跟我買版權 因為你想翻譯我的東西出去的 那所以我想你到了這裡來看到說 所有的其他的國家在比賽的 其實是思想的自由以創意的換發 所以這本書也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那這個其中可能是很多香港的讀者 也在譬如說我這一代的 或者是更年輕一代的 開始去思考說 那麼1949年 我的父母或者我的祖父母 他一路走來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過程 如果這本書使得很多年輕人 開始去採訪他的父母親或祖父母的話 那就在那個帶跟帶之間的那種鴻溝 跟那種冷帶 可能也有一個橋樑搭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寫的書之後 我自己覺得很安慰的地方 在法蘭克福書展裡面 我體會到全球的國家 都意圖以文化創意去突圍 去吸引世界目光 去為自己的歷史文化定位 唯獨在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們究竟想怎樣 雖然三天來 都要一早就由郊外 搭乘大半個小時的車 但是這場世界的文化成宴 下一年 仍然是要來的 這個禮拜的讀書好 講到這裡 這個禮拜 記得多看幾本書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